大家好 欢迎和感谢来到我的视频 今天的视频内容是医学专业篇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为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今天将一起来了解一个眼科的疾病和治疗 先来看一下眼睛的构造 从这张照片可以了解到 眼睛是一个复杂的器官 眼球周围还有很多肌肉 血管以及神经的分布 把它的侧面转换成一个示意图 可以帮助理解 虽然眼睛的构造如此复杂 但今天只重点涉及其 其中三个结构 一个是成像部位的视网膜 还有一个是角膜 另一个是水晶体 今天我们要了解的是一个大家并不陌生的眼科疾病 白内障 虽然导致白内障的原因不止一种 但最常见的是随着年龄的增加 而引起的水晶体的浑浊 那么与其说加灵性白内障是一种疾病 不如说它是一种机体的老灵性变化 水晶体的浑浊的原因 虽然目前尚不明确 但是研究认为 是占水晶体里主要成分的晶体蛋白 从可溶性转变成不溶性 出现水晶体浑浊的年龄会有个体差异 早的大约在45岁左右就出现 到80岁年龄层时 几乎百分之百的人都会出现 可以说白内障和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密切相关的 水晶体是一个橄榄型透明的小部件 周围颜色比较白 中心部是淡黄色的 是眼睛中的一个有调节聚焦功能的镜头 它又像水果一样 外面被一层囊状的皮包裹着 我们叫它前囊和后囊 在囊里是由一层一层排列的细胞 构成了透明的水晶体 水晶体很柔软 受两侧的毛样体积的收缩的调节 可以由薄变厚 随着年龄的增加 水晶体会慢慢的变浑浊 变硬 调节功能下降 导致视力障碍 甚至失明 那么水晶体平时是怎么工作的呢 第一种情况 是无论远近物体都可以清晰地看到 因为照在物体上的光 通过透明的角膜 穿过健康的水晶体 聚焦在视网膜上 再传到大脑的视区 形成一个清晰的影像 这种情况 我们称为正式 第二种 是如果调节水晶体的毛样体积 持续收缩抗近 水晶体会一直停留在一个厚的状态 成像就会落在视网膜前的位置 看远处的物体时 就会模糊不清 这就是常说的近视 第三种 随着年龄的增加 水晶体老化 硬度增加 调节能力下降 成像就会落在视网膜的后方 看近处物体时 就会模糊 这就是远视 也是我们常说的老花眼 这里我们注意到了 近视和老花眼 发生的问题所在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近视和老花眼 是不会彼此抵消的 第四种情况 是乱世 也被俗称为散光 是角膜 或者是水晶体 或者两者都有 的形态不规则造成的 使光的聚焦 不再视网膜上 但如果成像 在一条线上的前后 就称为正乱世 如果不在一个线上 而是散乱的落在不同位置 就称为不正乱世 无论是近视 远视或者乱世 引起的视力低下 一般都是可以通过 佩戴眼镜 调节矫正的 可是白内障的问题 不是调节的问题 而是水晶体内部 发生了浑浊 使得投射进水晶体的光 发生散射 没有足够的光 到达视网膜 所以会出现 视力的减弱 看到的物体 模糊不清 像了蒙了一层雾的感觉 所以也叫这种现象为 雾式 投射在浑浊的水晶体的光 发生散射 会对视网膜产生过剩的刺激 带来耀眼 修明的症状 夜晚 光线低暗 视力下降 会更明显 瞳孔会更散大 所以对各种光源的照射刺激 会更敏感 对于目前的医疗状况来说 点眼用的药物 虽有一定的抑制浑浊进展的功效 但都不能改善和驱除白内障 能够根本解决的手段 就是手术 用人工晶体 取代浑浊的晶体 目前常用的手术方法有三种 今天我们只讲 老年性白内障治疗手术的第一选择 超声波乳化吸引数 这个手术大约只需要10到15分钟就可以完成 首先在局部麻醉以后 在角膜的边缘部 切开一个两毫米的小口 然后在前囊开一个小洞 把超声波探头伸入囊内 一边将水晶体的核乳化 一边把它吸出来 然后把人工晶体放进去 固定在缝合 手术就结束了 术后可能发生的并发症 一般有两种 第一种是细景性感染 术后合并感染的频度 用日本的眼科资料 是2000到5000分之一 第二种是后发性白内障 手术后数月也可能是数年 由于手术时残存在后囊的水晶体 再次发生浑浊 如果有这种情况的发生 可以通过激光治疗解决 人工晶体大约6毫米大 但是由于它的材料 是一种叫亚克力的 柔软透明的可塑性高分子材料 可以折叠起来 放入水晶体囊内 说到选择这种材料 做人工水晶体 还有一个故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英国的一名飞行员 不幸被一块飞机的防风玻璃的碎片 刺伤了眼睛 进入到眼睛里 虽然没能及时手术 但并没有发生感染 这个防风玻璃的材料 因此受到瞩目 就是和现在人工晶体的 同一个材料的PMMA 手术虽然并不复杂 可是如何选择使用人工水晶体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目前有两大类 一类是单焦点型的 另一类是多焦点型的人工晶体 单焦点型的人工晶体 就是只有一个焦点 或近或远 可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用点调节焦距范围 大约有三个 就是四十厘米左右的近距离 两米左右的中继离 和大于五米以上的远距离 单焦点人工晶体 只允许选择其中一种 所以要根据日常生活内容 以哪一种为主来判断 四十厘米的近距离的生活内容 有比如读书 使用电脑 看手机 化妆 这样的日常活动 需要两米的中距离调节活动 主要是看电视 看墙上的钟表 厨房工作 室内交流 远距离 最重要的活动 是开车和外出时的看路标 无论是选其中哪一种 单焦点型人工晶体 都需要用佩戴眼镜 来解决另两类距离的调教问题 它的优点是清晰度高 夜间暗处的舒适度良好 价格便宜 多焦点型人工晶体 有几种不同的外观 有的还轻轻的着色 它们都是可以折叠的 从功能上 人工晶体可以分为由 两焦点 三焦点 和五焦点 最近又有一个新技术 叫做焦点扩张 目前保有人工晶体设计 生产技术的国家 有美国 荷兰 比利时 意大利 还有德国 多焦点 现象 强光 悬光 是所看到光源的亮度 过强 给眼睛带来的过度的刺激 耀眼的感觉 这两种现象 都可以引起情绪上的烦躁不安 所以也被称为 夜间视觉综合症 当然还有一种 是在已经有过人工晶体的术后 再追加放进去 另一个人工晶体 称这种手术形式为 Add-on 这是焦点扩张技术的原理简图 可以帮助理解 焦点扩张技术 是利用球面或者是上下分解 等特殊的光学原理 使得聚焦从一个点 扩张到一个区域 来实现近 中 远 距离 都可以调节的目的 目前焦点扩张型的人工晶体 在减少和改善光环和悬光现象上 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大约四年前 英国作者Linda Grayton 出版了一本书名为 Life Shift的书 被翻译成日语 《一百年时代的人生战略》 书中强调人类已进入长寿化时代 在人生有多阶段的舞台上 如何让人生更有价值 书中还用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 是被普遍认可的 所以保护好视力 及时解决视力问题 也是重视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为我点赞 和订阅我的频道 以及打开小铃铛 非常感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